肖亚轩每次登上热搜都是因为她的男朋友 因为肖亚轩的男友都是有颜值有身材的小鲜肉 所以网上戏言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 但是肖亚轩的男友可以 而她曾经也在节目中回应恋爱史 承认曾经会过上百次 只是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蚕 回顾肖亚轩迄今为止的恋爱史 据网友的不完全统计 肖亚轩到现在被网友知道的 已经交往了17日男朋友 娱乐圈有钱也有盐的人一抓一大把 但能被称为鲜肉收割机的却只有肖亚轩一人 肖亚轩1979年出生在台湾 父母早早就离异了 1999年20岁的肖亚轩 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肖亚轩 在唱片夜开始逐渐衰落的时期 肖亚轩仅在台湾地区就狂销看50多万张 成为当年的唱片销量冠军 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客人详细里更是红变了3D 独具特色的音色时尚度音乐风格 让肖亚轩音乐成为当年最红的新生歌手 事业上全面开花 但是在2013年肖亚轩曾经历过黑暗的三小时 被人围车还被软禁 当时肖亚轩在肖亚轩商业 有一个女工作人员要求和肖亚轩拍照 当时肖亚轩要赶下一个活动坐飞机 因为行程很赶就婉拒了这个要求 而这个工作人员却把原本要载肖亚轩的保护车去掉了 肖亚轩只能另外自己叫车 刚刚上车就被20多个状态围住 他们还不断地拍车窗位 为什么不拍照十分的嚣张 后来肖亚轩就和经纪人被这些人软禁了三个小时 在这期间肖亚轩刚好有房子民打电话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而房子民就找来了父亲成龙 后来终于在成龙的帮助下 肖亚轩才离开酒店 在圈内这么多年 不断地有绯闻说他整容失败染上怪病毒 但是这么多年换了17个男友却无因谴责 大概是因为肖亚轩出手阔绰 不搓泥大水吧